看到郭其林跟黄磊较短这一幕 我才明白娱乐圈的人情事故有多难马念 黄老大话点我 我先脏 一句话让节目组修改字幕旧场 郭其林究竟有多大胆 当时郭其林做客蘑菇无踪意 而黄磊见到郭其林的第一句话 就是在强调自己跟郭德纲的关系 郭其林啊 你好 第一回见面 我给你爸的朋友 是吗 要知道德云社最重规矩 所以郭其林见到黄磊自然也不敢怠慢 得知黄磊比自己父亲还要大几岁时 郭其林十分敬重地叫了他一声黄大爷 你爸是七四的 七三的 七三的 没有笑 黄大爷 黄大爷 按照德云社的备份来讲 郭其林的这声称呼也是对他的尊重 谁料黄磊既想强调自己备份高 又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年龄大 听到这声大爷后立马不乐意地板着一张脸 郭其林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于是便连忙补救 郭老师 看这都大爷叔叔 后来有人不乐意听 不过或许是这声大爷戳中了黄磊的内心 以至于他之后有意无意地便开始教育起郭其林 当时周迅见到郭其林后 一眼就觉得这个男孩十分地讨喜 不停地跟何炯夸赞郭其林 毕竟大林子在娱乐圈不仅情商高 还十分懂礼貌 明明两人是在夸奖郭其林 谁料黄磊听了之后却唱起了反应 连着两次夸赞月云鹏能吃果 月也能吃果 月也能吃果 而郭其林立马就读出了另一层含义 黄磊的这句话不就是在暗示自己不能吃 靠嘴皮子吃饭的少主当即对了回去 黄老师那话点我 我这没那意思 我心脏 就连节目组都只能靠修改字幕降的影响 要知道黄磊作为娱乐圈的前卫 很少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而他也没想到自己竟在郭其林这番的车 不仅没讨到什么好处还丢了两年 想必此刻心中后悔到了极点 同样是郭德纲的基因 为何郭焚羊跟郭其林的差距会如此之大 2021年郭德纲的天津德云社开业 妻子王慧也带着小儿子郭焚羊去捧场 大伙都沉浸在新店开业的喜悦之中 谁料郭焚羊却十分大胆地来了剧 身为郭德纲的儿子 却当众质疑父亲创办的德云社的相声 众人本以为郭德纲会开口训斥时 没想到他不仅没有生气 还将郭焚羊封为了德云社的总经理 因为老来得子 郭德纲对这个小儿子十分地处来 郭焚羊手上带着价值八万的手桌 住北京的上亿的豪宅 没有德云社规矩的束缚想干嘛就干嘛 家中的玩具都是几千块钱 上万的玩偶百件多到数不过来 在郭德纲说相声时 郭焚羊哪怕跑上台也不会被郭德纲训斥 反观郭其林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不仅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长大后也是在外租房子中 身为德云社的少班主 郭其林一举一动都在规范的旷望 看到吃的首先要小心翼翼问一句 这个我能吃吗 别的师兄弟坐着吃饭 郭其林只能站在一旁候着 在父亲怀中嬉戏玩玩想都不敢想 从小到大从没有撒鸭子玩得快乐 甚至郭德纲还会将他的自尊全都打掉 对于小儿子郭焚羊 郭德纲不仅没有严格要求 反而会用十分宠溺的语气调侃他败家 在被问起对小儿子有什么期待时 郭德纲还表示他想干什么都可以 只要健康平安足矣 同样是郭德纲的儿子 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孟子一吃下的不是菜 而是对郭其林家教的无视 当时孟子一邀请几位朋友到家中做客 可谁料郭其林到了现场后 发现桌子上仅有一盘炒鸡蛋 那个就一个菜啊 并且孟子一并不是仅邀请他一人 普通人家招待客人起码也要四盘菜 孟子一这一盘炒鸡蛋多少有些上不了台面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郭其林是第一位到的客人 出于礼貌他便耐心坐在座位上等待其他嘉宾 要知道等人骑在动筷是最起码的教养 可孟子一却不管其他人 反倒直接拿着筷子吃了起来 甚至还一边吃一边缩起了筷子 完全不顾餐桌礼 郭其林见此瞬间目瞪口呆 一向有着好教养的他 自然知晓这时候不能动筷子 便好意提醒孟子一这样不合适 不是别我不合适啊 我这人家都没到呢 放个马上来 但孟子一却依旧自顾自的吃着 反倒是郭其林一直等到客人都来了之后 才拿起筷子吃饭 而郭其林之所以如此注重餐桌礼 也源自于郭德纲的教导 每次吃饭时都会给小辈们讲解餐桌礼 而郭其林在跟长辈们吃饭时 甚至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动款 除了餐桌礼仪之外 郭其林每次跟前辈说话 都会十分尊敬地用您来称呼 在上综艺跟嘉宾不动时 也会紧紧握住拳头不去触碰女嘉宾 当被节目组要求背着女生完成比赛时 郭其林也不会碰到宋佐儿的大腿 小小的细节就暴露了她的教养有多好